人性场硬仗的现在红仲秋案情情势大逆转 何江中徐姓正范左线三人现在被裁定积压 不过呢被告律师认为没有新事证没有再压的理由 何议庭后将要讨论提出抗告 另外现在还有哪些人 同案被告的沈威智、陈以仁以及陈一勋 三个人虽然是被交保了 但是日后开庭将被传讯到案 是否也会在这个法官传讯后收押 也备受注目 导致财定被收押 范左线的姐姐不出法庭 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红仲秋案已审桃源地院后 23号重开鸡押亭 案情大逆转 何江中徐姓正范左线三人通通收押 但被告律师认为没有新事证 没理由再压 不排除26号提出抗告 更让律师不满的 还有红家律师团提出 郭玉龙和蔡忠明的新事证 被告律师开庭前一天才阅道卷 根本来不及看 但无论如何 桃源何一廷认为 三名被告有串政之余 最终才一定收押 日后开庭将传讯 同案被告 沈威志 陈以仁 以及陈一勋 会不会在传讯后收押 备受注目 收眼知识前方 面对镜头毫不闪躲 沈威志是红仲秋案 涉案关系人中 关节最高 最后以30万元交保 但串供灭政之余 他也脱不了干系 7月9号红仲秋头七 当天中午在旅长办公室 召开会议 要求所有人口径一致 晚间在单独约谈 陈以仁 范左线 明显串供 现在全案已省桃源地院 少了军中阶级包袱 其他深爱人会不会被收押 全民都在看 中央新闻 侯正如文思涵 台北报道